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进入保养品组之前呢 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蛋糕啰 这是鲜柠檬蛋糕 它是由胜利厨房制作 跟大家讲一下胜利厨房呢 它是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的社会企业 还有看天甜我们一向支持的 在节庆预购的时候呢 希望社员们我们可以一起用共同购买的力量 来支持我们心中良善的社会企业 接下来进入到保养品组啰 首先看到的是绿藤 相信我们社员们都不陌生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是新上架的 我们看到了燕麦护手霜 我有试抹 它还蛮滋润的 因为它有五种植物油脂 右边看到的这一罐 它是有机玫瑰精露 生产者是大花农场 在合作设架上呢 也有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花茶 所以相信社员们对大花农场的产品是不陌生的 这边看到这个是 我们之前也有预购过的 水嫩保湿面膜液组 这些都是回馈不错的 所以这次都会再放进来 在母亲节预购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大花农场 这个有机玫瑰进入 大花农场的有机玫瑰啊 它有得过玫瑰神龙奖 所以它是品质蛮好的玫瑰 这边看到可以加水稀释1比50 是可以喝的帮助睡眠 平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化妆水来使用 也可以把它当成保湿矿泉喷雾 我们有时候夏天啊都会觉得脸很干 水泵常常流失的很快 都会对脸喷一下那个保湿矿泉嘛 我们以后就可以喷这个玫瑰进入 它喷起来还蛮舒服的 而且有淡淡的玫瑰花香 这次我们母亲节预购的保养品啊 除了我们大家平常就很熟悉的绿藤 还有法兰因 然后就是有多了这两项 燕麦护手霜跟有金玫瑰进入 绿藤的保养品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不过从去年呢开始有多了 眼部霜精华 这个大家的反应都还不错 比如说化妆水啊 跟纯粹保湿精华液 跟奇迹蜡木油 还有绿色海洋精华油 跟活翠修护精华露 这个都是大家应该之前都还蛮常用的 所以都可以在这一次列入母亲节预购的选项里面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